- 歡迎收看的是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總長參賽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光明心痛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致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视讯节目当中的对谈 我们邀请来宾来跟大家谈谈在这一些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事实上也讨论过在这一阵子 其实在这个时候受到关注的一个实习生的这个问题 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节目中谈到说 这个实习制度其实特别是在于说很多的学校 他们把这个学生送到的这个实习单位 但是在相关的这个法律 特别是在于大传学校的相关法律事实上是不够的 那老师们或是学校对于这些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 相对的这个照顾或者是相对的这样的一种协助 其实也是比较少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在台中的某一家烘焙坊 其实也发生了这个高雄参与大学在高三大的学生 产生了一个争议 甚至这个老板要要告他们违约 那虽然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长时间 被认为是一种血汗公使 可是呢 其实老板这要透过法律的诉讼 来去向这些学生们赔偿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个长期关心我们青少年的权益 特别是劳动权益或是大专生的劳动权益的台少盟的秘书长叶大华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大华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是否可以请你先跟我们谈一下 你自己对于这一次有关烘焙坊跟学生之间的这个争议呢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最近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离谱的这个贵妇烘焙坊 这个管老板贵妇的言论 就是呛学生 然后要求这个精神赔偿59万 那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不是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离谱的冠老板的行径 这么的嚣张 应该是要回来看 就是说从他在呛学生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角色我们不要忽略 就是今天这个学生有机会进到这个职场来实习 是谁去媒合的 学校的角色到底是在哪里 也就是说其实后来高参大因应这个事情有跳出来回应说 他们不是没有去协助学生在职场上的适应 而是他们派了老师去了四次之后 其实并没有发现学生有跟他们反映到被这个长时间剥削 或者是这个烘焙坊老板的一些比较离谱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要回来问 如果今天这个高参大他在送学生 他说他们一年要送一千多个实习生出去 有国内的有国外的 那他们到底配置的这个实习老师 包括到职场去 送到职场去的这些学生 这个老师的人力比是如何 那这个老师是怎么做到把关 他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专业去了解 学生在这个职场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适应上的问题 因为高参大是说他们都有这个自己校内有设立这个审核机制 他们能够去梅河道的职场 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不要违反劳基法 他们昨天在记者会在强调 他们送出去的实习生都是要符合劳基法规定 可是这个案例很明显看到说 如果连老师都去访试四次 也都有这个所谓的训练契约 那为什么还会出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里就是长期来我们看到的问题 学校其实在整个安置辅导学生过程当中 学校本身配置的这个实习老师跟相关的人力 事实上他的专业性 跟他有没有真的把学生送到职场去 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能力提升这件事情 做一个最优先考虑 而不是只是把学生送出去梅河 然后让他结束他的实习学分就结束了 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必须坦白说高参大 如果按照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子 会去试试去看学生 或者是会去先检查检验这些实习单位 是不是违反这个所谓的 有没有违反老师的标准 坦白说这个其实跟很多学校比起来 很多科系比起来其实算是好的 先不管他们到底是不是认证做 或是资源够不够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接触到 或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状况 很多的学校大体上来讲 不管是那种短期实习 或是长期的这种所谓的建家合作 特别是短期时期 这种所谓的放牛吃草的状况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话说回来 这个例子也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 那包括这个台少盟 包括大华其实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在过去你们接触到的这个案例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或是其实还有更夸张的情形呢 对我想我特别会讲到学校角色 就是因为 因为当然大专实习生这个制度 因为已经行之有年 的确有称如像关老师所讲的 每个学校会因应他的科系的不同 他所任列的这个实习学分不同 所以他的时间长短不同 那因为高参大这个实习的制度 他是比较长的 他甚至长达一年 他就比较类似像我们过去在关心的建教生 所谓建教生就是高中职阶段才有建教生 那这个建教专法里面 我们在讲的有一个类型叫做实习式 实习式是指两个月以下 就八周以内的才能够申请成为实习式 可是在大宣我们发现普遍的乱象就是 可能你把学生送去一个学期 只要符合一两百小时的也叫实习式 那可能长达一学期或一年 那这个其实就很明显会看到说 他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在职场的状况 那以这个高参大看到这样的一个安置的案例 学生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其实在建教合作制度在专法过之前 其实这比这个夸张的状况也很多 那我先讲的是即使有法了之后 仍然还会是有这个问题的是在产学携手合作 就是大专这一个阶段 还有在建教生的部分的问题就是 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举一个案例 我们其实之前有收告就是说 怎么任劣工时 像过去我们在建教专法 我们就看到说一个就是他的建价 就是他所领到的薪资是一般基本工资的七折 甚至六折 他变成是血汗劳工 那个在专法后也比较好 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工时 我们在建教专法上 因为我们因应说其实像不管是建教生 还是长时间的这个实习生 他们其实都具备双重身份 又是劳工又是学生 所以我们在建教专法上有明定是 学生不能像成人劳工 过去是两周84小时 现在我们才改成两周80小时 我们在100年 101年通过的建教法 就是把两周工时是降到80小时 那学生呢在这个职场上就必须要按照这个两周80小时的规定 那他不能够延长工时 也不能够在夜间加班 但是我们在建教专法空过之后 也陆续有学生来问 就是说一般来讲老板就会请他们就去打卡 打卡然后到了时间 也许就是要符合我们建教法规定 他打完卡之后他继续怎么样 做他的教育训练或是收店 收其他的整理环境的事情 也许可能要长达两个小时 可能有时候要到10点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他并没有列在他的工薪 薪资的计算里面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连续加班的问题 那这个比较常在餐饮服务业 这样的一个建教合作模式里面出现 比如说有一些是整班的送到大饭店实习 那他们可能在旺季的时候 就是说这是比较多客源高峰的时候 学生可能要连续加班好几天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真的依据勞机法的规定 给他一个加班的工时 另一部分他可能是会让他过劳 他可能白天很早7点就要到班 然后晚上休息的时间可能是8点或10点后 那隔天一早又要起来 可能连续加班两三天 那这个部分如果我刚回来讲说 学校的老师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你知道说这个你送去的学生 他们这一个服务业的类型是正在处于一个 加班的高峰期 你有没有去关心 学生有没有在这个职场上安置上 会不会造成过劳 那如果说另外一部分是说 他的那个工资的计算是不是精确 有没有真的符合他现场劳动的一个实况 还是说我看到很多的乱象是 特别是私立的 后段的这些计专院校 或高职的这个建教生合作的这个状况是 老师其实就是跟厂商合作 然后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如果学生反映到说他过劳或他适应不良的时候 通常会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老师就会威胁学生说 如果你要这个不适应 你想要转安置的话可以 但是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变成 一个就是你要选择退场 就不能再当建教生 另一个部分是我帮你转到另外的职场 可是那个职场未必是符合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 技术众生的职场 他真的可以学到他想要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这两种比较常会见到的状况 因为老师跟厂商握有学生的实习分数 或者是学生的学分 所以呢学生都会很害怕 说如果今天他只要反映出来 他可能适应不良 或是对于这个厂商厂家他的店家 他的这个管理模式是不满意的 他就反映出来之后老师就会给他这些回应 那他就说回去 所以他才会间接来跟我们申诉 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一个问题 特别是刚刚特别谈到这个老师跟这个商家的这个身份 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学校的老师 特别是有些技职大学技职科专这些老师 他们其实跟必须要负责招生跟招商 也就是这些东西会跟他的身份 或是你们在这个学校的薪水会有一些关联性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让这件事情是变得更复杂 那当然如果我们当然是相信绝大老师 绝大多数老师都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也很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好的学习 可是话说回来 老师的能力有限老师的时间有限 他还要去顾他自己学校里头的这个可能是研究或是教学 那他怎么可能有去有办法去理解这个职场上面的实际的需要 再加上你刚刚谈到的例子 在形式上面都是合乎这个相关的法令的规定 他用其他的变形的方式来去压迫学生 老师们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对所以我才会提醒说要申办这种建教合作 或者是实习制度的学校 自己要能够想清楚 你今天去推动这样的一个班别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要让学生 你是为了要招生 让学校不要这个面临没有学生可招的状况 所以你去开办这样的班 那你其实目的意思是要让更多学生来念这个班 但是你不去顾那个教学品质 把学生放到送到职场去 然后形成这些乱象 还是说你今天真的是为了要作育英才 你希望你来你的学校念书的学生 他真的能够在这个职场践行上面得到技术众生 如果是后者的话 你应该配备是真的专业的老师 比如说你的招生是一群人 那你今天接下来把学生送到职场去辅导 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就业辅导专业的这个背景的老师 而不是要把它混在一起处理 那我之间也看到一些乱象就来自于这个问题 比如说招生的是可能是校外人士在帮忙这个学校 跟学校合作的招生 有些甚至可能还是仲介业者 这个离谱的问题也有 那另外就是说把学生招去了 然后因为梅河的厂商 其实很可能是这个某些中介业者 或是某一些非体制内的老师 那他把这些开发出来的职场 交给学校的这些很有限的实习老师的时候 就像刚刚管老师讲的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对得了那么多职场的老板 其实他不太容易的 所以这个制度 建教合作制度 他原先的精神是在帮助一个学生 进到职场去去做中学 学得一记职场跟技术众生 这才是他的关键 所以你要梅河的职场 那个师傅 那个职场上的师傅很重要 另一部分是这个梅河的角色 这个老师也很重要 他才有可能进到所谓健将合作的精神 你刚刚谈到这个 我很好奇的是所谓中介业者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也不是属于厂商 也不是属于老师 然后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中介 那他的责任 或是他的规范又是什么 这个在台湾的这种技术比较是普遍的吗 是 我想是在早期我们在关键健将生的时候 的确我们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就是有一些老师 他可能名字上挂老师 可是他是业师 他是非正式的学校编制内的人 但是这个业师也很特别 他可能是来自某一个职场的内部的人资人员 或者是他可能是熟悉当地的这些就业网络的人 他可能很多重身份 他也有可能是某个中介业者的顾问 那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学校专门在办建交合作 他们会形成一个蛮紧密的网络 他就跟学校说 你今天有多少扣打 我来跟你合作 我帮你负责找学生 我帮你负责找厂商 那招生的部分呢 就是请学校赶快去透过管大来招生 那他就把厂商找齐 那他们就可以合作 但是这个问题有时候乱象就在这里 你怎么确保说 人是这个厂商他们找来的 那学生送过去之后 接手的老师他没有办法去处理 他不了解那些 这个所谓体制外的这个媒合的人 他去媒合到的这个厂商 这职场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些学生 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在某种的这种文化 或在整个制度下面 他其实存在了某种的必要性 特别是对一些相对之下 比较弱势的这个家庭 或是比较弱势的学生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 自己自主或者是办公办读 或者是去面对庞大的这个学代 以及未来找工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要从这个部分来谈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让学生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 在这个即使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 他必须办公办读 或者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建教的体制 那么在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 相关的法令的保护上面 或是政府他应该可以有的责任 到底又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远家报新闻 国道收费员官场案 还有华航罢工案 分别在去年和资方政府达成和解 但没有过多久争议又再度发生 国道收费员自救会 和桃园市控诉人职业工会 2月24号一起来到劳动部前控诉 资方还有政府没有遵循 禁搭便车条款 禁搭便车条款是指 工会和资方签订团体协约之后 可以约定雇主不得让非工会成员的劳工 和工会会员同样享有 以团体协约达成的较佳劳动条件 国道收费员自救会顾问陈秀联就批评 政府与资方没有遵循禁搭便车条款 这就是在告诉所有的台湾工人 不用出来抗争 因为只要有人出来抗争当替死鬼 最后抗争的成果还是会分给大家 而一旦劳工都这么想 就不会有人出来争取劳工的权益 抗争者游行到总统府前丢出烂彩表示抗议 任职于台中结顺电动公车的正姓驾驶 去年11月12号晚间 知情后脑溢血 26号死亡 2月24号正姓司机过世百日 台中市职业大客车驾驶自救会 物流业劳动权益自救会 还有正姓司机的家属 到台中底检署前调电私着表达抗议 家属指出正姓司机前后在两家客运上班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月休四天 加上还有不定时支援 让他几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他们认为是过劳要求公司给个交代 声援的驾驶说超时驾驶和工时破碎是公车驾驶的常态 因此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普遍 但是被指控的两家客运业者向家属表示 工时都在合理的范围里 猝死是正姓司机身体的因素 家属无法接受要透过法律讨个公道 18年前就通过环品采矿的花莲利益工矿 决定把原本的露天开采改为地下开挖的试住法开采 并强调这样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但是在2月22号 就有环保团体举行记者会之一 往下开挖根本是对环境有更大的破坏 环保团体进一步指出 经济部矿物局疑似T业者规避环平 限缩矿业用地核定的范围 让绝大部分坑道师开采的矿权 都因为面积未打标准不用环平 而利益工矿变更开挖方式的开发案 经环保署环平专案小组出审后认定 对自然环境有加重影响至于建议重新办理环平 当天下午环保署举办的环平大会也确认了出审的结论 利益工矿必须重做环平 而利益公司则已不出审环平大会并预告 提出行政救济的方式对环保署表达抗议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在刚刚我们的大员载报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则新闻了就是国道收费员跟空服员 他们其实在前两天有一场游行 就是去反对这个所谓的搭便车的这种条款 这搭便车的条款简单讲说在工会抗争之后 其实在很多的规范里面或是在这个劳资争议 通常都会以工会他们参加工会或是加入工会的人去争取这个权利 因为他们也都会站在第一线 那最后这个有相关的赔偿或者相关的这种 这种应该要还给这些工人的 也都会以这个参与抗争的这群工会为主 但是因为在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工人 其实一样都是在这里面的被压迫者 那或是一样的这个受到不当对待 那是不是他们的权益也就损失了 那可是如果不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反搭便车条款的话 那可能也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反正要抗争你们去 那抗争的成果在由我们来一起共享 那所以其实国道收费员跟这个空服员 虽然在政府或是在他们资方 也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 可是似乎我们的政府要把这样的一个范畴 扩大到这个没有参与的这些劳工的身上 所以这也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参与者的 工会参与者的不满 那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那自己的劳动的权益也要自己去参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邀请到的是台少蒙的秘书长叶大华 大华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大专 技职院校的这个实习制 那当然也会更广泛的看到技职院校 甚至在高中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建教制度 但是坦白说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他们相对之下可能在家庭上面是比较弱势的 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升学主义的这个标准上面 他的确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所谓的好笑 好的学校或者是这种所谓升学主义的这个标准 所以他们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感 所以找工作一方面是可以让他重新的去建立自己的信心 那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办公办读 或者建教合作也可以减轻这个家庭的压力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吗 那这个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那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制度走到现在 去看到了这么多的问题 是我想我一直都认为 学习不是只有在学校的教室叫做学习 职场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环 那建教合作制度的开始是从1960年代加工出口区的时候 开始有建立了这样的制度 那到今年就是46年了 那这个制度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早期呢事实上会办理这种建教合作的这种班别 基本上都是在高职阶段很多都是有一半至少都是功力高职 他们当时是其实扛起了国家在产业发展的人才 这个所谓产业后备军的训练当中 建教合作班也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人才养成的一个基地 所以呢事实上过去公立的教育体系里面也扛起了这个责任 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20年来的发展 反而九成都是几乎95%都是私立技专院校跟高职在新办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回到说跟我们整个在高教的一个普及的一个教育体制结构发展也有关系 我会看到说其实在这个84年开始 我们这个所谓教改之后补设这个高中大学 那这个大学补设之后很多的高职 就会开始提升到变科技大学或是学院 那这个时候事实上连一般的高职都静相往变成是要升学考试的路径为主 那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当时的技职体系的教育 整个大概十年来都开始就崩盘跟瓦解 全部都走这个升学主义 那这当中其实当年在新办不错的这些功力高职就开始退场 他们不办理这种建教合作 所以呢反而变成是让很多私立学校 他们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教生管道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有来自厂商的 有一些学校厂商他们会给它回扣的 另外学生会给学费的 然后还可以开办这个班别呢 事实上教育部会给补助业务费用跟失资的费用 所以对他们来说反而从当中找到了一个利基点 他觉得办理这个班别 对他们学校来说是一个文专不赔的生意啦 应该可以这样讲所以后来在民国93年之后 因为这个建教合作的本来把关的机制是在中央 那在教育部后来他把它下放到国教署之后 开始造成这个所谓的建教合作 广开这个所谓的建教合作机构的大门 对高中职 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大学实习 大学实习制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建教合作制度这个问题就是到了93年之后 下放到国教署去做这样的一个把关机制之后 因为他们人力不够 因为国教署的人可能只有一组人 他要管全台湾三四万的这个建教生 那这个问题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做好处理 他们就直接授权给地方的教育局 让他们去做这个建教合作的处理 结果后来发现反而是私立的高职 他们愿意去新办的意愿很高 然后他们去媒合的这些机会 几乎全部都倾向是这种所谓的没法美容 还有所谓流通业 还有所谓的餐饮管理业 那这些服务业开始变成是建教合作的一个提供机会的大宗 那他都开始出现这个替代劳力的乱象 那另一部分是刚刚回到管老师在讲的 其实教育部自己也承认 他们做过调查显示 会去念建教班的学生 百分之六十都是来自所谓的经济弱势家庭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因为学习成就不佳 所以他觉得干脆就来念建教班 可以半工半读 那这些经济弱势学生的家庭 他们在透过这个建教合作制度 理当来说 我们应该透过这个好的建教制度 来保障他的双重权益 正因为他弱势 可是结果我们发现是到国为因 就大家觉得说 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些建教合作制度 把他的劳动条件弄得比较好 会造成厂商不太愿意提供机会 就会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要保障这些经济弱势学生 他能够有好的打工机会 那干脆就是可以接受 劳动条件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建教合作的这些厂商进来 那事实上我觉得是到国为因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又是要叫我们商人为老板 对啊 建教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这个例子一开或者这样的一个模式一走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 未来他到职场上面面临到类似的状况 他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说教育部就变成公然 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学生建教合作生的这个派遣公司 就是变成是一个共犯结构 所以我们后来才集结了非常多的像劳工团体 家长团体还有教师团体一起来关心建教生的议题 就是因为后来发现真的是太被服务业给腐烂的使用 变成替代劳力 另一部分是工时真的很长 都高于我们成人劳工 平均他们的工时我们统计过大概12小时到14小时 对是是对非常的血汗 那有很多是送到科技大厂 最有名的就是洋华建教生被长期这个赶公剥削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建教生就是连续加班27天 这个就在赶单的时候很可怕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看不下去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 不能因为他弱势所以我们就要要他们忍痛牺牲 那他们已经很弱势了又没有办法得到尊严的劳动条件 那反而还要被这个学校跟厂商联手来欺负他们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教育主管机关 他对建教合作制度最后泛滥成这样 他没有办法去扛起这个因严的责任 所以后来我们才去推动这个专法 就是让建教生得到一个基本的权益的保障 要保障他的不只是他的劳动权益 另外一块是他的受教权益 一个另外的乱象是什么 当时建教生在还没有这个高中职免学费政策之下 每一个建教生到学校 他可能只有三个月在学校 但是他缴的也是一学期的学费 而且缴的学费是四五万块不便宜 这些都是弱势家庭的学生 对那你今天这个状况下 你怎么还跟他收这样的高额的学费 然后又把他送到一个品质不佳的职场 继续被剥削呢 这个建教专法是专门是符合所谓的高中职吗 还是在一般的大专业校也能够去试用呢 没有 只有在高中职 目前只有保障到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多的这个大专院校 特别是像一些技职体系 他也许是这个短期的两个月的这个实习 那也许是这个长期的这个所谓的比较 甚至到说到国外实习 或者一年的这种所谓的实习 但实际上是建教合作 那这些都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保障吗 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说 因为其实除了实习生之外 另外一个乱象就是产学吸手合作的这个专班 在大专院校里面其实也行之有年 大概从民国95年开始就有这个政策 它其实是一个政策方案 它并没有说一个真正的法源依据要推动这样的班 只是依据这个教育跟产业的需求 create一个大专院校有一个这样的产学吸手 其实就是一个高中职建教合作的延伸 那现在这些产学吸手合作专班 都要配合一个建教合作班 他们才能够申请跟开办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实习生 如果这是变成一个制度性的 一个教育机制的体制的时候 他是不是应该要有根本性的法源去保障 他的这个真正的实习跟教育品质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教育部 其实我们过去也常常讲说 明明这个劳动部觉得说 这个兼任助理应该保劳健保 但是我们教育部就可以读获创建 创造一个学习 然后不用保劳健保 那现在这个可能我们要不熟悉的 这个所谓的高中职的领域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进学校领域 他知道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更加的严重 那这个其实特别是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商品化 甚至是越来越职讯化的这个当下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那你要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又是开了一个厂商可以进来剥削学生 然后慢慢养成一种非常二职的 这种职场文化的一种问题 那最后我想请教你 当然我们要特别要 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是这个政府的责任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个教育的这种所谓的政策 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政策 最后想要请教你 那你觉得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以做什么 我想不管建教生实习生还是产息生 我们都不要忘记 他们是具有学生跟劳工双重身份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考量它的授教权益 跟它的劳动权益 所以我觉得 所以建教专法它有规定的是双主管机关 都要来协调联系来保障这个学生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教育部最应该要彻查 这一次因为这个高参大的事件 应该要要求所有的学校 在办理这个实习生的这个制度的学校 它的有关于跟厂商的合作契约 应该要合备 然后它要提供一个定型化契约的办本 给所有的大专院校 这是第一个基本上可以做的 就是今天你不能放任所有学校自我解释 我只要不违反劳基法 我各种变形的合作模式都可行吗 到底它跟厂商协议了什么 老师知不知道 学校知不知道 或是学生知不知道 教育部知不知道 我觉得教育部自己应该要来检视 所有大专院校在做这种 所谓学分的认可的实习室 这个部分他们签订的合作契约是什么 统一的检讨 然后教育部自己来一个定型化契约的范本 来提供给学校 第二个我觉得劳动部应该可以做的事情是 就专案劳检 过去我们只有针对未成年劳工 还有建教生有每年定期的专案劳检 可是大专实习制度这一块 包括产息生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劳检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应该要来彻底的 透过这个机会来做劳检 来了解真正他们没何去职场的状况 那个有没有违反基本的劳动条件的问题 那才能够去找到现在真正的这个实习制度 本身没何的问题 那他才能够把这些资料回馈给教育部 让教育部可以公开把这些真的严重违反 这个劳动条件 劳机法规定的这些合作厂商 他的名单要公告啊 我觉得为什么每次劳检我们就很害怕公告厂商 包括建教生也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是教育部的心态问题 他觉得如果一旦公告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厂商都会害怕 他会寒蝉效应 就不愿意提供这个机会给学生 他觉得会害到学生 可是我必须讲是说 你公告是公告那个真的很离谱的就好了 那你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家长包括学校包括学生都有权利知道 今天如果学校帮你没合到一个这么无良的厂商 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进去这个职场 学校也可以有个把关机制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觉得说 教育部不应该有这个心态 觉得说公开了厂商的名单 他就会造成学生的就见习机会剥夺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那永远都会去包庇那些无良厂商 更应该公开透明去公开之后 让这个劳动市场上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而不要变劣币驱逐良币 那另一部分我觉得 学生自己很清楚知道说 今天他进去那个职场是要学习 一级职场之外 他要去验证他在学校所学 所以他不是就业机会的取得而已 如果他这样的话 他不如自己就去念一般的升学的班 然后自己去打工赚钱 搞不好还不会被剥削 因为很多被剥削机会都是学校安排的 他自己去找 搞不好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跟见习机会 还可以磨练他的技术众神 所以我觉得应该回来想说 国家的政策 教育部的角色 在这个建教合作制度上面 或是产生 这各种变形的这种合作制度底下 他应该重新彻底的检讨 我们的国家此时此刻 未来五年十年适合去推动 建教合作制度的行业 跟职种是什么 他要盘点清楚 然后才能去做这样的教育资源投资才对啊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 特别是这个教育部不敢去公布厂商 因为担心 没有人要去跟他们 跟学生建造合作 学生没有机会 但问题是说 教育部不是应该要保护学生 教育部不就是应该要提供我们一个正确 或是必须的一种所谓的劳动的观念吗 这个我觉得这不但是一个让这种无良厂商继续的这种所谓的存在下去 事实上也是不断的去开这个剥削的大门 这个剥削的大门不是只有在他的建教的学习的过程 或是实习的过程 而是在未来职场上面 他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 今天非常谢谢 来我们的访问 让我们对这个议题有更加的了解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我们下礼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